第232集 没有机会 总要开启 我们等待就可以了 夜晨根本没有理会 一拳拳轰出 眼眸嗜血而冰冷 就在这时 轮回墓地的一道声音响起 徒儿 你这样下去也没有用 我倒是有个办法 这轮回墓地 其实是一道破损的上古法器 既然是法器 你用这种力量 根本破不开 夜晨停下了拳头 他的身下 是一道巨大的深坑 深坑的中心点 有着一丝鲜血 什么办法 沧海平化为一道虚影 出现在了夜晨的面前 或许是动用竖法的缘故 一旁的向城东 根本看不到 沧海平闭上眼 微微感受 突然眼眸睁开 开口道 这里是那法器的一道入口 那幽魂监狱和此地有很大的联系 你还记得你隔壁的那个女孩吗 夜晨皱了皱眉 杀血含体 沧海平点点头 杀血含体的血 极其珍贵和强大 如果那女孩以精血为瘾 然后将杀血含体的威压释放 再加上你体内的那道血龙虚影 说不定 说不定能够破开那入口的禁止 直接撕裂 夜晨眸子无比的冷静 一字一句道 会不会对她的身体造成损伤 沧海平指示道 这有一个前提 摘掉那女孩脖子上的地魄悬石 她现在没有修为 但是我会给她一道灵符之力保护 应该不会出问题 哪怕出问题 我会将所有的力量引到你身上 让你来承受 听到这句话 夜晨下定了决心便道 好 我去找她 不用找了 她已经来了 沧海平淡淡的声音落下 夜晨眸子一缩 向着一个方向看去 赫然注意到了 岸边穿着长裙的卫影 好在卫影是从另一个方向过来 看不到那些尸体 但是纵然如此 卫影的眼眸还是惊吓 因为她看见了 云河湖竟然干涸了 关键湖底 竟然出现了一个人 和夜晨动手 她从小到大都是唯物主义 只相信科学 不然也不会做一个老师 但是现在的一切 用科学怎么解释得清呢 夜晨 你 话还没说完 她便看见夜晨身子跨越十几米 就出现在她的面前 这比之前从十楼跳上来还吓人 这 这到底是什么 夜晨犹豫了几秒 开口道 卫影 我现在可能需要你的帮忙 卫影有些惊慌失措 她知道夜晨很厉害 但是她怎么可能帮得上忙 夜晨 你说 我听着 如果能帮 我一定帮 你跟我来 夜晨直接抱住了卫影 来到了深坑之处 刚才 你应该看到了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 我无法向你具体地解释 因为你的身体有些特殊 我需要你的血 来帮我打开一扇大门 然后 可能还要摘掉你脖子上的项链 这个过程 你也许会很难受 但是我向你发誓 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夜晨认真地解释道 因为卫影接触的都是普通世界 她从来没有碰触到 华夏武道界的东西 纵然夜晨如此解释 也很难明白 夜晨本想继续说什么 卫影却摇摇头 肯定地语气道 夜晨 你不用说了 我和我妈的命都是你救的 我虽然不明白 你话语中是什么意思 但是如果能帮你 我就愿意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雨落 卫影直接将她脖子上的项链 摘了下来 几乎在瞬间 一股强大的煞气 从她身体中蔓延开来 夜晨体内的血龙 也仿佛受到了压制 五秒之后 周围竟然落下了阵阵雪花 一股极寒之气 从卫影的体内彻底爆发 一旁的向城东砍蒙了 他作为华夏要萌的理事长 已经算见多识广了 但是他也没见过这种异象 他甚至感觉到自己的鲜血都要结冰 连忙向着岸上退去 夜晨看着不远处的卫影 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 如果不是他体内的血龙虚影冲出来 他还真不一定能扛住 这煞血寒体 真不愧为世间十大恶体之一 就算他现在的境界 竟然也扛不住 而此刻 卫影的脸上几乎煞白 更是有着一丝痛苦之意 甚至瞳孔之中也出现了一抹血红 夜晨连忙看向他身旁的沧海平 现在该怎么做 沧海平直接来到卫影的面前 一直点在卫影的眉心之上 阵阵光芒闪烁 第一步 你让他逼出一滴精血 夜晨连忙将原话告诉卫影 但是卫影丝毫没有反应 你靠近一些 此刻他的状态和走火入魔 没有什么区别 沧海平出声道 夜晨点点头 来到卫影的面前 刚想说话 卫影一掌膝来 关键这一掌 威力那是出奇的恐怖 根本不像是一个 没有羞舞之人的力量 至少在离合境 不过 寒掌再快要碰触到 夜晨胸口的刹那 停了下来 卫影好像恢复了一丝清醒 我感觉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夜晨连忙道 用你体内的力量 逼出一滴精血 好 下一秒 卫影的眼眸又变了 那悬在夜晨面前的手掌 骤然拍出 夜晨根本想不到 卫影转变得这么快 身子直接飞了出去 血气上涌 难受到了极致 这也太坑了吧 或许是听到了夜晨的声音 卫影又清醒了几分 夜晨 对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夜晨活动了下身子 倒是没有责怪对方 我现在就把精血逼出来 或许是煞血含体的原因 卫影明白了什么东西 手中直接射出了一滴精血 徒儿 就是现在 用你的血龙吞下这精血 沧海平生怕错过什么 脸盲惊呼道 好 夜晨闭上眼眸 操控苍穹之上的血龙 血龙传来阵阵龙吟 直接从天而降 举嘴一张 龙膝异动 精血直接被血龙吞噬 下一刻 诡异突变 只见那血龙身躯 突然庞大了数十倍 仿佛变成了一条 百丈巨龙 甚至隐隐有些化为实质 强大的龙孝震动天地 沧海平眸子一缩 手中射出一道灵符 灵符飞向苍穹 突然爆裂 一道屏障覆盖开来 云和湖发生的一切 都被笼罩其中 毕竟这里还是一所学校 有些东西太惊骇 实在不好 百丈巨龙 猙獰到了极致 轻轻一声龙吟 云和湖附近的树木居然全部震断 想成都懵了 他看着那百丈血龙 感觉颠覆了自己的一切认知 此刻的他心中完全确定 叶先生是修炼者 而不是鼓舞者 修炼者可以横跨一切 挥手之间斩断苍穹 叶先生就是有着如此神通之人 他甚至觉得自己跟对人了 他不惜放下药蒙 李市长的身份 低声下气跟着此人 绝对是他此生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 此刻的向城东身躯颤抖 拳头紧握 全身的鲜血仿佛沸腾 这种感觉是他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 而他视线中的那个青年操控百丈神龙 气势滔天 滑下五道界的天 必然被此人掌握 他深信不疑 云河湖中 沧海平见苍穹的百丈神龙 已经酝酿的差不多了 手指掐绝 一道灵符射在了深坑之上 顿时光芒闪烁 一股空间之力荡漾开去 徒儿就是现在 有那道血龙撞击深坑之处 夜晨听到声音点点头 操控苍穹之上血龙直接撞击而下 轰鸣声当中 整个云河湖仿佛要炸开 与此同时 幽魂监狱 密闭而阴冷 白长老的身躯和白窑 齐齐跌落在地上 几道身影连忙冲了过来 白长老 白窑 你们怎么了 幽魂监狱的几位老者 连忙把两人扶了起来 但是当他们碰触到白长老的时候 身躯却是僵硬了 因为他们发现 白长老的一只手臂竟然没了 血淋淋 甚至还有鲜血不断渗出 怎么可能 居然有人能断了白长老的手臂 这要什么实力 白长老 你的手怎么会这样 一位山羊湖老者颤抖着身影道 语气都是难以置信 白窑反应过来 看了一眼父亲的手 毛子满是怒火 都是那个外面的小畜生 他不光重伤我 甚至还斩断了我父亲的手 不过此刻的他已经受伤 估计也活不了多久 听到这句话 几位老者倒吸了一口凉气 白长老的手臂居然真是人为的 难道是滑下宗师榜前十的那几位动的手 不然滑下谁有这个能力 对方来了几个人呢 一位先锋盗骨的老者道 语气之中有些严肃 毕竟能把白长老伤成这样的存在 足以对幽魂监狱产生威胁了 这个时候白长老开口了 只有一个人 而且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臭小子 什么 几个老者表情有些古怪了 二十来岁斩断了白长老的一只手 滑下竟然还有这种妖孽 白长老可能觉得老脸有些挂不住 便道 此则应该是动用了秘法 实力暴涨 我一时轻敌才会如此 不过 幽魂监狱的入口一关 他想要再踏入此地 就不可能了 大家可不可能了 我们的缘� 证明镜 Bluetooth 我们的缘缘 我们的缘缘